失去至亲对于每个人都是切肤之痛 但你想过吗 如果他们不是真的死去呢 一位著名科学家指出 人的肉体死亡远远不是生命的终点 东方人自古相信人有灵魂 而今这种看法也开始在科学界广传 死亡真的只是一种幻觉吗 罗伯特兰萨博士曾入选时代杂志 2014年度全球百大最有影响力人物 他认为死亡只是一种幻想而非真实 兰萨博士是安斯泰莱全球在生医学的负责人 也是安斯泰莱在生医学研究所的首席科学官 还兼任维克森林大学医学院教授 兰萨博士表示 从量子物理学的角度出发 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人死后并未消失 当我们的心停止跳动 血液不再流动时 但是我们的意识仍旧在运动 也就是说我们有超越肉体之外的量子讯息 这就是说肉体虽丧失行动力 但是灵魂依旧存在且处于运动中 而人类的死亡只是人类意识造成的幻象 他说即使肉身在死亡时解体 我们仍然以20瓦能量的形式存在 虽然个体的身躯肯定会毁掉 但是活着的感觉 我是谁 如同一个20瓦的能量喷泉在脑部运作着 有人可能会提出 这种能量在人死后就会消失了 但兰萨博士强调 宇宙的规律是能源守恒 这种能量并不会随着死亡消失 科学最可靠的功力之一 是能量永不消亡 不生也不灭 他接着说只是这种能量 是否会从一个世界穿越到另一世界呢 兰萨博士认为人的意识是不会死亡的 我们的身体对意识而言仅是个信号接收器 它接受并承载意识 当接收器损毁后 意识信号将会脱离 重新被另一个接收器所接收 兰萨博士相信多重宇宙可以同时存在 在一个宇宙中你的身体死亡 但你的意识会被另一个宇宙所吸收 进入一个新的身体继续活下去 可以想象 当这个宇宙中的你 因意外抢救无效去世时 意识却被另一个宇宙中 同样的另一个你所接收 而对于这个 接收了新意识的你而言 自己是被抢救了过来 并未因抢救无效而死亡 兰萨博士已经撰写了30多本书 还发表了数百篇科学文章 他提出一种新的科学理论 叫做生物中心论 其多元宇宙和多元世界的理念 类似于平行宇宙 有无计其数的宇宙 在某个宇宙中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 在这些情境之下 死亡并不真正存在 丹佛大学历史学教授 Lint大力支持他的多重宇宙理论 宇宙中有许多膨胀的球体 它们会形成更多的类似的球 然后让无限多的球体 它们散布在宇宙中 不知道彼此的存在 但却又是同一个宇宙的一部分 弗朗克太空望远镜所提供的数据 也完全支持多重宇宙的理论 当下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 在对等的多重宇宙中 也同时进行着 当我们质疑思考某个问题时 同时也会影响另一边 对等的我们的意识 当生命走到尽头 即身体机能尽失时 兰萨认为 我们会在另一个世界完美重生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 它所说的我是谁的意思就是灵魂 灵魂是永恒的 人类生命死亡过程 犹如多元宇宙中四季的循环 无休无止 谢谢观看地球旅客频道 喜欢的朋友请订阅与点赞 还有点击小铃铛呀 谢谢你们的支持